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节目开始前请先看一段短视频 好大家看完了 我发现这段短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我希望台中的朋友 在10月23号的时候 一定要做跟这个视频相反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去投票 把那个超媒选址超低能 而且超混蛋的那个立委把他罢免掉 要不然纳税人的钱就是白付了 台中的朋友们请记得 在10月23号这一天 一定要做跟这个视频相反的动作 把这个超低能超低级 而且超没有水准的立委给罢免掉 免得浪费了你们自己的纳税钱 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 那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节目的主题 我想来聊一聊台湾的经济 那台湾的经济 未来到年底 甚至于到明年年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先声明我不是什么经济专家 也不是什么经济学者 我就以一个小老百姓 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发展 以及台湾菜马桶政府 它的因应方式 我觉得短则年底 长则到明年过完农历年 我相信台湾的物价 不管是水电瓦斯 或是我们的劳保健保费 一定通通都会大幅度调涨 为什么我敢做这么大胆的预测 我相信最近大家也看过 很多新闻报道了 就是因为国际的煤炭 以及粮食价格 不断的往上翻倍的状况下 那在发电成本过高 以及制造商 要是用这样的发电成本 来制造出商品 一定会价格过高 而卖不出息的状况下 对岸的中国大陆政府 才会考虑为了避免出口商 它的竞争力下降 所以呢才不得已 采取了限电措施 可是像大陆政府 这种非常果断 非常有魄力 为了不要让出口商 为了不要让他们的发电成本 增加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果敢的决策 却被台湾的媒体拿来嘲笑说 中国大陆你一天到晚 把自己吹上了天 把自己说的多么牛逼 可是呢 你们现在连电都发不出来 怎么还有可能 跟台湾跪舔的美国一夜 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一较长短一针高下 到时候不要连福利英炸赛 或是产业蛋都吃不起就好了 所以中国大陆就等着灭亡吧 我相信像这样的言论 一定在很多绿色媒体 现在正疯狂报道着 告诉那些支持民进党的白痴们说 中国大陆现在没有电 而没有电的状况下 可能全部老百姓就会饿死冻死 因此呢 中国大陆不足为惧 台湾继续跪舔美国 继续支持美国就好了 但是呢 要是台湾你们这些 支持民进党的白痴们 你们真的这么想的话 那我就请问 要是国际能源煤炭 以及粮食大宗物资的价格 都翻倍上涨的话 难道受坏的只有中国大陆 而台湾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台湾难道有挖不外的煤矿 以及吃不完用不完的大宗物资跟粮食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吗 台湾目前的发电方式 不就是要烧煤炭 才有电的这种火力发电吗 而这种火力发电方式 在台湾又占了 台湾发电方式的六成以上 因此呢 再需要这么大量的煤炭 才能够让台湾的供电量 能够充足的状况下 难道台湾对外采购煤炭的成本 就会比中国大陆低 所以我才大胆预测 这事情不会太久 最多到年底或是到明年年初 台湾的台电 一定会哭爹喊娘的说要涨价 因为再不涨价的话 可能台电就会因为发电成本过高 而搞不好就跟中国大陆一样 也会开始限电 可是要是台电敢这么做的话 那一定会出一个问题 就是但凡哪一个执政长 敢限电 或是敢让民生物资涨价的话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当初马亦19执政的时候 因为有电双涨 而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就造成 马亦19的民调 开始血崩式的下滑 甚至于当他卸任的时候 连10%都不到 虽然这其中有民进党的媒体 以及网络带风向所造成 但是要是连老板性生活的基本条件 他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话 我相信任何一个执政者 他都没有办法再坐稳这个位置 因此就算纯奔如足的菜马桶 我相信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才猜应该是年底 所有的民生物资 包括水电瓦斯 甚至于劳健保 他都会一次把他占满占足 要不然最近台湾的绿色媒体 就不会大幅报道说 哎呀什么台湾的劳保 要过几年就要倒闭了 台湾的健保又没有钱要付了 可能也要破产了 这样的新闻 要是大家记忆有心 努力回想一下 就可以知道 像这种时不时就说什么 健保老保要破产要倒闭之类的新闻 只要一出来以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 老保健保可能过不久就会涨价了 这就是民进党这帮畜生们 他们用来欺骗台湾老百姓 榨取台湾老百姓 口袋钱里面的一种无耻方式 要是用这样的办法 到最后还真的就让老保 跟健保涨价成功的话 那接下来民进党就会肆无忌惮的 把所有的民生物资 包括水电瓦斯 包括粮食跟进口原物料 都会一次把它涨足 不会让这种会引起民运 或是引起老百姓痛骂的政策 拖太久 而且因为明年就要开始选举了 所以我才大胆的猜测 菜马桶这帮畜生们 可能在年底 或是最晚过完年 可能菜马桶他们就会一次实施 反正他们就是看不起 台湾老百姓的记性嘛 不管他们做什么伤天害理 或是谋财害病的事情 反正只要时间拖过了 台湾老百姓就忘记了 因此对国民党 或者不管任何政党 他现在在立法院对民进党 所采取的这种强烈抗争的行为 包括把什么主席来推倒 或是不让苏贞产大院长 他上台去报告 反正无论如何 不管是任何政党 你们现在只要想尽办法 去对抗民进党 不要让民进党可以完成施政报告 让立法院的意识空转 不再让民进党任何的法案 可以通过的话 我就支持 不管你们任何一个政党 用任何手段 包括把立法院烧了 我都支持你们 只要不再让立法院 这个民进党贪张忘华的白手套 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你们这些反对党 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我都支持 至少得把民进党 用这种诈骗手段 诈取台湾老百姓口袋前的时间点 拖到明年选举的中期 只要得拖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民进党 他们再烂再蠢再借 也不敢在这么接近选举的时间点里面 在那么明目涨胆的 窃取台湾老百姓的血汗前 这就是我对台湾岛内 目前经济状况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所做的一些预测 但是呢 岛内的预测是如此 看起来好像还有法可解 可是呢 对于岛外 对于国外现在所目前发生 世界上的经济状况 我觉得好像就有点大事不妙了 那是什么样的大事不妙呢 我相信大家也看新闻了 就是美国这个垃圾国家 它在无限印钞票以后 现在目前到这个月18号 要是它的债务上限 还是议会不通过 不让它继续往上调高的话 那就意味着 美国这个欠全世界钱的 这样的一个垃圾国家 它就会在连建价钱 连利息都付不出来的状况下 它立刻就会被调降成为一个 欠钱不还的一个 没有信用的国家 那当美国变成一个 全世界没有信用的国家以后 对这个世界会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别的不说 就拿阿拉伯世界 这些产石油的大国来说就好了 要是以后这些产石油的大国 他们拒绝在使用美金 或是拒绝在让美金 成为购买原油的基础货币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全世界要是拥有 美金外汇存底的这些国家们 你们的美金价值就会瞬间减少一半 或是瞬间消失一半 也就是一半的美金就会变成废纸 那要是让这一半的美金 都变成废纸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这些所有拥有美元外汇的国家们 他们接下来的动作 一定是集体抛售美元 而集体抛售美元的后果 是不是意味着 美国另一半的美元 也会变成废纸 所以呢 只要阿拉伯国家 他们再拒绝用美金 来作为采购原油的基础货币的话 那美元这种货币 这张代表着 美国霸权加石油的这种货币 就会真的成为一张不折不扣的废纸 那美元真的要是变成一张废纸的话 对全世界的经济跟金融 会发生什么影响 首先影响最大了 当然就是由数百兆美元 所堆起来的华尔街金融帝国 不要说它会立刻瓦解冰销了 但是呢 一定会对美国的股市 或是对全世界金融股市 造成无可估计的重创 而且那样的重创 可能还会比2008年 由雷曼兄弟所引起的 全世界金融海啸的杀伤力 还要严重数百倍 不要觉得我在无言耸听 要不然就请大家想象一下 要是这个世界上 美金已经完全变成废纸 全世界已经 大家不再用美金来做一个 交易的基础货币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股市还会存在吗 期货的交易价格还会稳定吗 不要说这些了 包括什么基金啊 投信啊 还很多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可能都不复存在状况下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结果会对我们既有的经济活动 以及既有的经济秩序 造成多大的伤害就好了 所以就算乌鸦嘴好了 我觉得不管10月18号 美国联举会会不会调高 它的举债上限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通过还是不通过 对美金总有一天 会不会变成废纸这样的问题 不过就是早发生 跟晚发生的问题而已 只要美国这个国家 还是不断用印钞票的方式 来应付它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的话 那全世界遭遇 美金总有一天 可能会变废纸这样的情形 就有可能随时会发生 只不过 虽然我提出这样的警告 但是要是问我说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只能说我也无能为力 除非现在有另外一个 可以跟美国等量齐观 或是它的货币信任度 也跟美国一样 而且呢 它的消费力 也比美国强大了 这样的一个国家 可以出来 用它本国的货币 来取代美金 而且让全世界认同 我觉得这个事情 才可能有缓解的余地 要不然我觉得金融风暴 可能就在眼前 那我唯一能建议大家的就是 短期来讲 要是大家有股票的话 我只能请大家 照值放量一点 该跑时候一定要跑 千万不要犹豫 而长时间来讲 我就建议大家 能够多买一些粮食跟水 存在家里 就赶快买这些东西 存在家里吧 要不然 要是到那个全世界 都经济崩解的状况下 可能到时候 黄金货币 或者任何 大家认为是资产的东西 都已经买不到 任何食物的状况下 只有食物 只有能吃 只有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其他所有的有形资产 应该都不重要了 希望这样的事情 永远不要发生 天佑台湾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